里长拿出前几天晚上拍的照片表示 因为突然跳电里内几乎有八成的路灯都不亮 这件包括大同路三段长安路长新街一段 整排的路灯都没亮都显入灰暗 就连巷子进去也是一样只有住家的灯 而这样的情况从上个星期五开始 就一直有仿佛跳电的情况 没有路灯道路好暗 晚上人车通行不安全 大同路三段整条还有62项105项139 长安路长新街一段 还有自来水公司到中国后柜的这个黄薰道路 整个都一片漆黑 那因为又是下雨天 那影响到开车人的视线 非常的危险 所以说我紧急报警台电之外 也报警我们的区长 希望借由公所来会整相关单位 来做一个全面性的一个检讨跟改善 这几天长安里有反应 差不多80%会不定时的停电 公所觉得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 所以今天特别找台电 还有里长然后过来了解 初步台电又针对几个原因去做一些处理 可能是管路异常或者被私自的接电 或者设施的问题 在接获里长通报之后 13号上午公所也邀请台电的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台电提出不断跳电的原因可能是管路异常或是被人私自接电等等 不过要找出确切原因可能还有一段时间 在这之前公所也希望能够先稳定供电 大概每一天晚上大概5点多 因为现在冬天天气暗的比较快 所以说你只要大概5点半之后 基本上都是乌齐骂黑的 那我们今天会看讨论的结果 就是可能台电做timers的这个改善 那希望将来即使有路灯不亮的情况也是局部性的 这个短期内台电他有表示是没办法马上处理好 那现在有一个权宜措施就是用定时的方式 用时间去设定 这个不仅是暂时的 大概我们公所是希望台电在三个月内的时间 把这个停电的原因赶快尽速的找出来 那才能根本的解决这个问题 在会刊讨论之后 决定在找出不断跳电原因改善之前 这几个路段的路灯 先以时间控制的方式供电 让夜晚人车通行更安全 加成慧玲 细子采访报道